为了配合政府稳定物价 卫生纸大厂春到春节后 公告二月底也要涨价了 永丰鱼消费品实业 旗下的五月花 德义等品牌 先开了第一枪 部分抽取式卫生纸的价格调涨 平均涨幅大约是8% 有调整价格的品项 每串大约是涨10块钱 至于另外一间 家用纸大厂正龙 旗下的春风卫生纸 也在评估调涨 估计涨幅落在5%到20% 东挑西挑买卫生纸 不仅比品质还要比价比张数 毕竟是家中常用备品 当然得精打细算 不过随着原物料上涨 卫生纸春节后掌声响 大厂永丰鱼消费品实业旗下的 五月花 德义 柔情等品牌 先开第一枪 部分抽取式卫生纸价格调涨 平均涨幅约8% 品项包括热卖的后磅系列 每串涨到219元 强任何仙坛柔感抽取卫生纸 每串也调涨10元 另外得意厨房纸巾 从78元涨到82元 有时候一串啊 20包10包这样 因为这样如果10块钱的话 好像只有一块两块这样就还OK 当然是不太能接受 但是如果每天要用 其实也就没办法 希望不要涨 这涨了一要10块的话 就真的是差蛮多 5块10块的就比较没有感觉 业者表示因为将包材等原物料成本年增长超过4成以上 但考量照顾消费者及配合政府稳定物价年前动涨 2月底才会开始陆续调整价格 至于另一间家用纸大厂阵笼 旗下的春风卫生纸也在评估调涨 其实我们的成本结果也大概是相同 我们也只有涨价的压力 然后我们也会陆陆续续的反应成本 到28嘛 每一个通路 每一个客户不太一样 卫生纸年后先起涨价潮 但有销售通路表示 目前价格不会有影响 反而因应档期还有促销价 民众购买时货比三家不吃亏 只有论周伟杰差不多